屏東縣一名排灣族部落教會的主日學校長 已是用網路電腦遊戲卸下孩童心房 引誘孩童到家中之後趁機猥褻性侵 整起事件曝光是因為其中一名學童心裡上覺得怪怪的 向老師透露整個性侵過程 老師立刻報警處理 主日學校長目前被預防性羈押的消息傳回部落 族人都難以自信 沒想到熱心公益的主日學校長 竟然會對孩子伸出魔爪 這名男子就是屏東某排灣部落教會的主日學校長 熱心地方事務樂於助人的他 曾經獲得民國一百年政府頒發的芳草人物獎 如今爆出對部落學童猥褻性侵 目前所知至少有八名國中小學學童受害 且男女生都有 全案警方正深入擴大偵辦中 縣府交易處也緊急介入輔導協助受害學童 司法的部分呢我們就交給司法單位來做處理 那有關我們小朋友的心理輔導 我們已經責成了我們的心理諮商中心 還有學校的輔導室 針對小朋友呢 針對這一個方面呢 希望能夠建立起他們一個心理的一個健康的狀態 能夠讓小朋友能走出這樣子的陰霾 這名主日學校長目前已遭到預防性積壓 各單位也在全力追查 是否還有其他學童不幸產遭性侵 原本他還打算投入年底明代選舉進入政壇 性侵案曝光之後 也讓正要開打的選舉站提早結束 記者歌手屏東三丁門採訪報導